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月3日 已經是星期一了 今天 所有新聞 都全部被三個字掩蓋了 兩個字 大樓 大樓那個記招 我聽了 一個多小時 因為剛剛睡醒 一睡醒 哇 有些爆發的東西 我聽了 聽到津津有味 他爆發了很多東西 我 當然有很多 其實大家未必知道 或是現在太年輕的人 很多東西沒有聽聞 當然 他提過 因為剛才我還有一節 我認為要補充的 就是 有人傳他 很多年前 傳他在福林門 有人可能去求他 類似的那些 塞春捲落人家 這個當然是他剛才出來澄清 當然被人冤枉了 另外 就是兵蚊波 還是高爾夫球 其實 有人傳他 把高爾夫球塞進 某女明星 其實就應該不是兵蚊波 是高爾夫球 這個也不要緊 我們 其實 聽他懷疑 我不知道 聽他的說法 就是有些 有變態的有錢人 有一個嗜好 不過 當時的人 可能是 將官李大放在他身上 他也解釋了 你被人 無憾那麼久 現在才忍不住 為什麼呢 首先 傳言笑下就算了 他在商場做生意 也沒有人敢 拿他出來說這些笑話 在他面前也不敢說 就算是 也對他 危害不了他 有很多東西 我們也一樣 跟我自己 對號入座 我們也被人 狂屈了 我們也澄清過很多次 問題就是 人們就不聽你 他又不聽你的澄清 就拿了別人的東西出來說 然後 就說他也認了 很明顯 葉浩那段聲帶只是說一句 我說我們這段 都很窄 收入也很低 你可不可以叫他家人 承擔了一半 加一半 說那些錢 我幫他養兒養了一年 沒理由要我一輩子養下去 我現在自己也搞不定 我今個月也要遲些給你的錢 就是養他們的錢 一個月 總共要給他們9萬元 大家想想 我要請人 要租地方 要給他們吃飯 要養他們 一個月花9萬 一年花100多萬 這樣到最後搞不定 叫他們家人夾睡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錯 這樣就是證據 這個世界 然後有人傳說 葉浩 要在外面借錢 銀行借10多萬 我一個月給他9萬多元 你借10多萬 自己賭球輸了 總共我都給了100多萬 只是他身上 只是他銀行戶口收了我100多萬 這些東西我們都說 都無謂 因為那些人不聽 我們繼續 說回這節主要想說 雷麗君 因為 很多外面的傳言 傳得很離譜 最近 我覺得 應該都是呂禮君 是部署的 是有心部署的 原因 就是想 脅迫他 要他再幫他搞定外面的街數 因為剛剛有網友發了資料給我 就說 可能 呂禮君 就是 炒空了債券 當然他不是說 拿一億出來買債券 收500萬利息一年 那麼 虧虧也不用死 他的問題是 他買了一些 有 有這個 槓桿的債券 大家都明白了 有些大戶炒債券就是槓桿上的 就是借錢的 那麼借的銀碼很大 因為 美國利息低嘛 當時問這個 美國借錢買債券 中間就有息差 賺息差 他把那個共軍大很多倍 就可以賺到很多息差 那麼那個收入就很豐厚了 那麼大戶最嚴重就是 教一些不教一些 因為 這些東西沒有辦法教得完 你告訴他這樣做 那他就照他做 結果就糟糕了 坊間傳言 這個呂禮君 認識了一個高人 高人指點他怎樣怎樣 怎樣去買債券 結狗呢 就糟糕了 以前大把錢 最近 因為 輸了很多 就迫著去租樓 租壽紳身 Susan Peak 2900多呎 三房 有600多呎的花園平台 20萬租 即是說那些呂禮君的錢輸了 迫著要租樓 原來他拿著一批恆大和街市民的債券 被人 追馬展斬倉 結果 損失20億 那麼他以往 給他現金 連珠寶連禮物 總值有20億 那麼他這次輸20億 大家沒聽錯 是輸突 首飾那些 買就貴而已 買回去就不值錢 也值得的 差很多 這樣 肯定 這個是孖展數來的 現在估計 如果照外面的坊間傳言 呂禮君應該 被人叫孖展 除了輸了現在手上的錢 可能也要輸了10億半億 估計 所以就要找大樓打主意了 所以上一次突然在聖誕前夕 他就約大樓在皇室堡見面 我估計 也是有心裝大樓的 等大樓跟他一起打撩下來 因為大家走啦 難道分前後腳嗎 他一定是在一起的 一定是在一起的 然後 找一個人截著大樓 等他 特意拍片 拍照 其實這條片 不是想拍大樓怎樣罵人 是特意 拍到呂禮君和大樓在一起 令人誤會 大樓跟他復合 然後他就做功夫 脅迫 這個叫做 大樓 當然 這些東西在一般人身上是做不到的 但是在大樓身上他就覺得有效 因為 很明顯 大樓 評論呂禮君就是 麵皮 厚過恐龍皮 這是之前的訪問來的 他跟記者說 這個女人就是 意思就是處心積累 去跟他交往 然後 要分他身家 要他的錢 他說 呂禮君貪得無厭 你無論給他多少也無容 給他100億 他都會為了一元或五毛錢出賣 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其實也很離譜 其實我們 以往我們也跟大家說過 大樓有很多東西 其實我也是聽回來的 因為我不認識他 我不會像老蕭那樣說 認識他 跟別人吃了十幾次飯 不認識就不認識的 我也是聽回來的 但是 傳得那麼緊要 這個是真的 剛才他大樓也自己證實了 就是幫人 還大耳孔 澳門賭債還億幾 那個 就是蔡紹芬的老母 蔡紹芬的老母把他賣了 賣了女兒之後 得到一筆錢 在澳門輸 其實一直都很難得到 最糟糕的那項是輸過億 為什麼會輸到過億呢 就是 告訴別人他是蔡紹芬的老母 我們有大樓做後台 多多錢也不怕 多多都給得起 結果大腰就不斷借給他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信貸額 你只是給你試試過 澳門拿10萬元 看有人不給你 你說你警察給你20萬 警察的 那張PASS值20萬 這個是 十幾年前的水平 現在有沒有加 Credit有沒有增加 我不知道 Credit可能加了也未定 當時 大耳孔就借了很多錢 給蔡紹芬老母 結果輸了 打電話 被人夾回來 當然他不用直接打給大樓 他當然是打給蔡紹芬啦 你如果不還錢 我就賺錢你老母 結果大樓心軟 幫人 結果就幫他還了億多債 這件事大樓自己爆出來的 即是說 傳言是真的 以往這樣的案例很多 像張學友哥有下一樣 張惠健阿哥也是姓張的 他們 張惠健阿哥我不肯定是不是賭 但是張學友阿哥就是 在澳門輸很多錢 被人夾回來 然後就說我弟弟是張學友 你放心 我怎麼會沒有錢還給你呢 結果搞到張學友 幫他還完最後一筆賭債之後 就要跟他哥 脫離兄弟關係 這些情況真的是在香港很常見發生的 有時候我們看到 大樓也算是一個盛情中人 我看到很多報導 剛才我自己說了 他真的是 拿錢出來幫人 因為大把錢 花都花不了 他看到人家慘了 他真的會 很難過很傷心 自己那麼有錢 花一點幫人 有甚麼所謂 當時其實我們也是在這種情況 結果 人們真的貪得無厭 有一個我幫了他超過十次 當然不是很多錢 每次都是救命 一千幾百這樣幫他 試過最多三千元 幫了他那麼多次 你很久沒聽過節目啦 我們被人戶口封了很多個月了 他最近也走來問我拿錢 透過訊息 還問我拿錢 又說要幫他 你沒聽過我的節目 我們連銀行戶口也被人封了 你還問我拿錢 變了很多這些人 所以我們也不想說太多 因為 說得太多 人們會不開心 錢自己花得多少 尤其是在英國沒有地方花錢 香港也還有一些地方花錢 在英國也沒有地方花錢 我們再看看呂禮君 大樓說他 說七七四十九年也說不完 就說這個人 結識了一個金融旗人 結果當然是糟糕了 我覺得 呂禮君的情況 以及 陳振聰是一樣的 大家 其實也是 一個普通人 但是因為 就是 就是 他遇上大樓 一個遇上小甜甜 他遇上小甜甜 也剛好幸運 被他遇上了 被他遇上了 屁股遇上了 就是自己是個天才能夠的 有10億就賺100億 有100億就想過 想做世界首富 想做香港首富 超過李嘉誠 每個人都是這樣 當你自己覺得自己很厲害的時候 就會有幾個想法 大陸就很容易遇到甚麼高人 指點你 陳振聰就去買了蒙古能源 結果輸了十幾億 輸了身家 還要打官司 呂禮君就去買債券 當然是用槓桿買的內房股債券 死了 那些債券跌了九成 買債券的人 全部都死了 打算賺高息 他不知道有沒有財賬 肯定有啦 一定是借財賬買啦 因為買10億 賺不到10億 賺不到10億 賺到10億 賺到20億 所以 這次肯定是輸的 很快 去找大樓救命求救 大樓也說 商業考慮 純粹是當跟你做生意 我想大樓也不會很絕情 始終他還是他小孩的媽媽 可能給他一條生路 結果這個女人就是 部署去夾他的 我覺得 這一個月來 一個星期來發生的事情 也是 呂禮敢搞出來的 包括那段影片 陳思拉 即是他講的陳思拉 大樓也說很忙 但是看了很多電影 看了很多電視 剛剛看完畫皮 畫皮一二集 看了外回家 也是一個電視迷 電影迷來的 這一節我們先補充著那麼多 Johnny也有話想說 讓大家可以聽一下Johnny的說法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訂閱我們Patreon 1月28日 這個網絡 要提醒大家 在英國的朋友 在英國北部 因為如果你是倫敦、Brighton 太遠了 我都不好意思 要別人駕駛7個小時的車上來 如果你有 8名鴻在萬城、Glasgow 或黑池附近的就可以方便了 我們只是收10磅茶點費 我們只是收10磅茶點費的 有香港的港式泥茶供應 下星 那日是星期六 大年初七後 兩點半開始 希望大家可以合躍部履行 honour謝謝大家支持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去了三位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了 很多朋友來到我們住 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他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